警車鳴笛往前開 要阻止前方的車輛 但駕駛竟然沒有要停下來 還狠狠撞上去 警車被撞擊 往後退好幾公尺 前保險桿脫落 在交車另一邊的警車 有好幾名員警衝上前 舉起槍枝對著駕駛 大聲鶴令不要動 原來駕駛車上藏有毒品 而他的車也因為撞擊 車頭其無全毀 保險桿也脫落在地 這邊有一台剛好警車過去對撞 包夾這樣 對 包夾就變成說 這邊對撞的兩個嚴頸都鎖傷 事情就發生在新竹縣湖口鄉國牆街上 22號晚間10點多 當時警方在路上執行勤務 發現有轎車刑機相當可疑 而且車上的31歲彭信駕駛 一看到警車立刻加速想要逃逸 原警發現趕緊鳴笛 並且前後包夾適宜駕駛停車 沒想要對方不僅不配合 還故意衝撞警車 也導致自己的車輛毀損 當場被逮捕 而車上還有另一名24歲女子 並且查獲毒品安菲他命和喪屍煙彈 全案尋後依違反刑法 妨礙公務 毒品危害防治條例等最顯 引起台灣新疆地方檢查署偵辦 並持續向上追查毒品來源 及其他涉案共犯 至於駕駛是否有毒駕 警方目前已經將證物送驗 心機可疑還拒檢重撞警方 不僅違法還嚇壞不少附近民眾 TBS新聞陳世銘陳家彤新竹採訪報導